有圣经的打开腓立门书 第四节 保罗说 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 常为你感谢我的上帝 因听说你的爱心 并你向主耶稣和众生做的信心 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 显出功效 使人知道 你们各样善事 都是为基督做的 兄弟啊 我为你的爱心带有快乐 大的安慰 因众圣徒的心 从你得了常快 从这四节经文的描述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了 腓立门的形象 举不像我们脑海当中 一般的奴隶主那样 不 腓立门是带有信心和爱心的 或者用加勒泰书的说法 他是具有那种 生法仁爱的信心的人 坏种说法 是他的信仰 能够开出爱的花朵 以及 结出爱的果实 来的那样一位 这里呢 特别的提到 他对主耶稣和众生徒 都有信心和爱心 这个很可贵 圣经也 像指出信心和爱心的关系那样 指出了 我们对主和对人的关系 人如果不爱 看得见的弟兄 怎么会爱 他还没有能够 见到的上帝呢 一个人 对人没有信心 没有信任 没有信实的 怎么可能 说他对上帝会有真正的信心 信靠和信实呢 在对人的态度上 反映了我们对主的关系 反过来也一样 一个不是真正信上帝 爱上帝的人 也就没有爱人 以及对人守信 保持忠实的一个前提或者基础 在教会当中 有的时候能够看到 或者我们自己 也有这种亏欠 我们说 我们信上帝 爱耶稣 但我们却不爱弟兄 不信任弟兄姐妹 这样 我们的爱和信 难道是 真理有价值 以及真理有分量吗 还是我们在自欺欺人 而在社会上 又有一些人说 他十分的爱护人民 也很守信于民 但就是不信 不爱上帝 这些信心和爱心 难道又是经得起 神秘的检验 和视察吗 第三点我想 这样提 就说个别的人 与众圣徒的一个关系 固然 人都说你好 你就有祸了 因为连恶人 也都称赞你的话 除非你和恶人 坏人 也打得火热 称兄到底 或者是你做了 欲存的事情 但就总的来讲 就好像 耶稣在少年的时候那样 上帝和人 喜爱他的心 都一起增长 而使徒时代 最初的慧众和基督徒呢 是得到众名的喜爱的 一般说 在教会或者社会当中 一个人讲你好呢 不一定好 一个人讲你坏 不一定坏 但如果大多数的人 都说某人好 或者某人坏呢 就值得好好地注意 思考 或者是深刻地反省了 同样的 如果单单爱一个人 信一个人 而不爱众人 不信任群众 这也不能表明 这个人 真的有爱心和信心 彼得说 有了信心 要加上德行 有了德行 要加上知识 最后说 有了爱弟兄的心 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第四点 我想说的呢 是 使人知道你们 各样善事 都是为基督做的 爱弟兄 爱众人 是因为爱基督的缘故 是因为受到基督的爱的吉利 我们爱 因为上帝先爱我们 我们爱弟兄 爱众人 对人有信心 有信心 能够信任人 这一切 都是为了主的缘故 这样就不单单地会 爱那些好人 爱那些爱我们的人 或者是称赞我们的人 或者是 我们自己所喜欢的人 就连那些不爱我们 我们本来讨厌的人 都会去爱 保罗提到 腓立门有这种品德的基础 保罗愿望 腓立门在 吉那一度 亏负他的 安逸西母的事情上面 能够一样的 显出信仰 在他身上的功效 能爱一个 本来要 这个知法 或者弃罪的人 正因为 一切都是为了 主的缘故而做 而耶稣在 马来福音二十五章 这个关于 公民羊和公三羊的 比喻当中呢 确实是如此讲 凡有任何一点善事 不认识思 积者的死 咳者的贺 等等 都算是为他而做的 同样的 凡不这样做在 这小子的一个身上呢 也就没有做在 主的身上 保罗除了从 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 借着和 腓立门 及安逸西母 合一 认同 现在也要 腓立门 和他自己 以及安逸西母 合一 认同 而且更进一步的 保罗要 腓立门与基督 和他的众子体 合一 认同 共快乐 同 羞辱 最后我想 在这期圣经里面 提出 第五点 就是说 这样的人呢 真是 一种 辅分的道馆 他能够使 保罗 使众圣徒 从而 也是主的心 产快 那种安慰 和快乐 产快呢 于 马太福音 十一章二十八节说 使你们 大安息 大安息 是一个字 这个多么有意思啊 要是疲乏的人 大安息 这样呢 才大安息 才得舒畅 这是在 以赛亚书二十八章 第十二节 所讲的 使 神人快乐的人呢 才是一个真正 使自己 也快乐的人 使上帝 和人 常快的人呢 也 才会使自己的心灵 舒畅 保罗在这里呢 绝对不是 可套 或者是 一般的寒暄 恭维 或者是 乱吹捧 因为保罗呢 不但听说 腓立们的 爱心和信心 就是众圣徒呢 已经从他的 善行当中 受到的益处 而且保罗 在向上的 祷告当中 常常提到他 并且为他感谢 这就不可能 是虚假的了 现在呢 保罗更加愿意 看到腓立们 发出一种 更大的信心和爱心 信任一个 已经悔改的奴隶 爱一个曾经 恢复他的 阿尼西姆 对他表示 宽恕和 接纳 我想 在我继续讲解之前呢 请大家听首歌 悔改的心 阿尼西姆 有一个悔改的心 我们每个人 在不同的层面上 都需要悔改 爱心不够的 也要悔改 信心不住的 也要悔改 求主帮助 你们 愿市 或许可 一定要 直播 女 听海 平 从 台 雨 午 彼此爱 连续我 爱你 放下彼此爱 图抹我的过分 我在你面前行 我等在了你 你责备我的时候 写为共鸣 神啊 不要以我的过分的期望 求你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生命 求你借寂寞 是我必须很爱 我求得听那欢喜 快乐生意 快乐生意 为我藏清洁的心 是我永生之定义 是我永久万之门 我愿渐渐渐穿扬秘密 谁애 故意如果往西门 我愿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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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食 神啊 不要以我的过分之期望 神啊 不要以我的过分之期望 祢的相遇 求祢接近我 是我的圈子 我求得盡那歡喜 快樂相遇 我求得盡那歡喜 快樂相遇 為我的明天的心 是我的誠實的心 是我的江湾之人 我願天天穿揚移民 為我的相遇 求祢接近我 是我的誠實的心 是我的相遇 我願天天穿揚移民 各位同道 有本小誠子 圣灵向众教會所說的話 是把启示录第一章到第三章的 個人的靈修與大家分享 如果你需要的話 我很願意把這本小誠子寄給你 因為我們今天確實需要聽見 圣灵對教會 對我們個人所講的話 不論是安慰 提醒 警戒 責備 或者勸勉 我們都需要 如果你想要得到這本小誠子 免費的小誠子 你就寫信來給我 我的通信地址是 香港郵政總局姓箱 7600號 7600號 或者是香港郵政總局姓箱 3009號 3009號 如果你有傳真機使用也方便的話 你可以記下這個號碼 我們的號碼是 852-2457-6019 重複一次 852-257-6019 我收到你的信息 就會盡快地把這本小誠子為您寄上 信封上 或者傳真上 請您寫 旺朝收 旺就是希望的旺 朝水的朝 一定要寫清楚你自己的姓名 回郵地址和郵便的號碼 以便能夠正確無誤地投递 好了 那我們繼續學下去 在這卷短短的書信當中 保羅提出了十個以上的理由 要菲利門和阿尼西姆和好 這樣呢 更加可以看到保羅 是經過多少的禱告 和深知熟虑 才寫下這封書信 現在我們從第八節看起 保羅說 我雖然靠著基督能放膽 吩咐你做何以的事 但而像我這樣有年級的保羅 現在又是為基督耶穌被求的 寧可憑著愛心求你 就是為我在捆索中所生的兒子 阿尼西姆求你 他從前與你沒有一處 但如今與你我都有一處 我現在打發他親自回到你那裡去 他是我心上的人 我本來有意將他留下 在我為福音所受的捆索中 替你伺候我 但我不知道你的意思 我就不願意這樣行 叫你的善行 不是出於勉強 乃是出於甘心 讓我們來看看保羅 他是怎麼樣的 看到阿尼西姆 並且提出什麼理由 來為他求情呢 第一點我想講的 正如保羅所講的 他是我在捆索中所生的兒子 這明顯是指說 阿尼西姆 已經是一個重生的基督徒 像提摩泰 提多一樣 是保羅用福音生了他 而且保羅為他呢 承受了生產之苦 因為保羅當時是在被囚的 羅馬 他成了阿尼西姆 靈性上的父親的樣 如果菲利文要愛保羅 叫一位為主而受苦的長者 要尊重這位得高望重的使徒 他就要愛護和尊重 保羅在苦難當中 用福音所生的兒子 主耶穌基督在世界上的時候 不也曾經講 凡尊重我父的也必尊重我 尊重我的也必尊重我父嗎 我想第二點提出說 他從前與你沒有一處 但如今對你我都有一處 阿尼西姆的名字呢 本來就是有一處的意思 但因為犯罪 他成了一個與人無異的人 只是因為上帝大能的福音 他又改變成為一個有益處 從此呢 他才真正是名符其事的人 保羅在菲利比書 講到他自己重生的經歷說 先前以為與我有益了 現在因基督我都當了有損 以前阿尼西姆看福事的工作呢 是沒有多大益處的 拿走主人的財物呢 是對的 對自己是有益的 但現在呢 變過來了 重生 就是使人 恢復上你的形象 使人生觀 世界觀 價值觀 開始有一個根本的改變 撒開過去 惡詐人 勒索人 在悔改重生以後 就願意把自己財物的一半分給窮人 凡惡詐誰呢 就還他十倍 重生即是 內心思想的轉變 同時以外界生活的印證 菲利門有什麼理由可以拒絕一個悔改重生 並和人有益的一個基督徒 而且又是和自己一樣的做上帝兒女的人呢 第三點 保羅說 安尼西姆是我心上的眼 多麼親切感人的話 按照原文 他就是我的心靈的一部分 保羅親自送回到菲利門去 如果一位偉大的使徒 為主受苦的保羅 非但和這個做奴隶 也曾犯過罪錯的奴隶認同 而且簡直把他當作自己最疼愛的心善人 那麼菲利門有什麼理由不接納他呢 第四點 安尼西姆現在 原來可以代替菲利門本人 來服侍被囚受苦的保羅 今天保羅既沒有叫菲利門前來伺候 甚至於連安尼西姆的服侍 他也克己克愛 以及甘心地放棄這權利 保羅這樣的尊重菲利門作為主人的權利 菲利門難道不應該尊重 引領他歸主的教父的願望嗎 從第十五節到二十節當中呢 我們還可以看到另外一些 保羅所提出的理由 說明菲利門應當收納 安尼西姆 我想先請大家聽首歌 《愛的真體》 我們應當彼此相愛 因為愛是從神來的 愛是很久人沒有有本事 愛是不嫉妒 愛是不自誇不掌握 不做害群愛是否 樂是一rada 不穿自己的衣裾 不穿自己的衣衣 不清意滑爐 不计算人家的安 不喜欢不一只喜欢真理 方式包容 方式相信 方式疼狂 方式愿态 方式友人们 爱是永不知情 爱是恨求人来 悠悠恩死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思考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衣服 不轻易发路 不计算人家的安 不喜欢不一只喜欢真理 爱是包容 方式相信 爱是倘若 爱是愿态 爱是愿态 爱是有人们 爱是永不知情 爱是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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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是生 并且认识神 没有爱心的 就不认识神 因为神就是爱 爱是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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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们上面讲了四点 这个菲利文 要接纳阿尼西姆的理由 第五点呢 保罗讲 他暂时离开你 或者是叫你 永远得着他 菲利文和阿尼西姆 以前的关系呢 仅仅是罗马世界 存在的奴隶主 和奴隶的关系 何况这关系当中呢 并不存在着爱和敬 这是一个罪恶世界 仇恶的一个结合 阿尼西姆 如果没有回来归主 最多是出于无奈 或者是被迫服侍主人 直到肉身死亡 但上帝在阿尼西姆 逃出肉身主人的时候 却用慈身爱说 牵引他回到万主之主的面前 并且进入了和他主人 菲利文相同的地位当中 从而呢 也真正的改变了阿尼西姆 对主人过去 所可能有的勉强的一种态度 或者是不满的情绪 以及眼前服侍的一种作风 菲利文在阿尼西姆 短暂的离开以后 如今呢 却重新的归来 这就能 为了得到他的甘心的福 并且将来呢 在天国里面 还会永远的在一起 第六点 保罗进一步的指出 现今阿尼西姆不再是奴仆 而是高于奴仆 是亲爱的兄弟了 结果阿尼西姆回去以后 还是要这个操劳工作 但菲利文不应当再把它看作是一般的奴仆 因为基督的救赎 现在阿尼西姆已经进入和菲利文一样 具有上帝儿子的名分的地位当中去 从而 他们已经是兄弟的关系 而且是亲爱的兄弟的关系 罪人的奴隶制度的最后真正的瓦解 就是在这种信仰和实践的普遍被接纳 以及奉行当中所成就的 凡要使抱着种族歧视 阶级歧视 性别歧视的人 都是没有真正的认识上的 也没有进入主所教导的 我们在天上的父的 这种祷告的精神当中去的人 保罗不是单单劝人吗 他说 在我 许在 如此 保罗真的 看这个悔改归正的奴隶为兄弟 看见他摆脱罪难的奴役 而为他高兴为他快乐 感到亲爱 保罗表白这一点以后就说 何况在你呢 腓立文如果拒绝阿尼西姆 就等于拒绝和阿尼西姆有守住事情的保罗 不 腓立文是爱保罗的 第七点 我想提到的是 保罗进一步的说 这也不只是按肉体说 是按主说 这表明 上帝从一本造出万主 人都具有上帝的形象 上帝根本 不认可 人为的划分 以及罪恶的启示 黑人 穷人和白人 有钱人 都具有一样的生命和人权 更加不要讲 看主说了 在基督里面 圣经讲 不分犹太人西林一人 或乃或女 在基督里面 都成为义 第八点 我还想提的就是说 保罗讲 你若以我为同伴 就收纳 他如同收纳我一样 我想这个对 匪利文讲的 是一个很大的 一种挑战 也可以说是一种爱的压力 你要么得到两个 要么就算是两个 第九 保罗说 他若亏负你 或欠你什么 都归在我的帐上 我必偿还 讲到这一步呢 还有什么借口 或者理由 不再收纳安妮西母吗 保罗甚至于说 这是我亲笔写的 亲笔聚宝花样 第四点 我想再进一步的说 连你自己 也是亏欠于我 这是到了万不对已的时候 保罗做了这样的提醒 安妮西母过去亏负你吗 没有错 但他现在悔改了 说不定以后他可以补偿 但是腓利文要记得 连你也是亏欠我的 保罗提出了 以上的十个理由 要腓利文宽恕 接纳 安妮西母 然后他就讲 兄弟啊 希望你 希望你使我在 主里 因你得到快乐 并忘了 并忘了 带额 带领自己归主的人 今天 今天又是为主受苦的人 心里寡 那 这才是多大的亏欠 我想 许多的圣徒的心欢畅 也许多的圣徒 盼望 盼望和耻柔 都是多么的动能 他虽然按年龄 按身份 按处境 都可以放胆 吩咐菲利文 做合一的事情 但他 宁可凭着爱心而求 保罗本来 有意思留下 安妮西母 代替菲利文 来伺候他 但因为 不知道菲利文的心意 保罗就 不兼着记忆 爱 是一个人的态度 言语 表情 做法 都改变了 同样 保罗对菲利文 也很信任 他说 我写信给你 深信 你必顺服 知道你所信的 不要过于我所说的 信心 信任的结果 和不信怀疑人的结果 会截然的不同 不少时候 事情不能够达到 预期的理想的 结果呢 是由于不信任 所造成的 但是在信任的气氛当中呢 就会有 意想不到的成就和表现 当然 保罗对人的信和爱 包括对悔改的阿尼西姆 对 要乐于敢于 违反习俗 而收纳 回归的陶路的菲利文 他们的信心和爱心呢 都是根据于 保罗自己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 和爱心之上 我想 在这封书信当中 除了有基督教的 这个论理观 社会观 还包含了 预表当中的 深刻的 救赎人 我想 请大家听首歌以后 我们再讲到 这卷书里面的 预表的 一种含义 请大家听 荣耀的释放 基督释放了我们 从罪奴 变为上帝的儿女 基督释放了阿尼西姆 使他真正能够成为 教会的一员 成为上帝大家庭当中的一份子 也成为神的儿女 甚至于和他的主人菲利文 也是站在一个地位上 我成为罪恶 锁链之束缚 我真心不够 不得自由 他一股光满 我一切锁铁 诶摇之飞 我就 什么事 荣耀之世荒,奇妙之世荒,我才无所谓的书和书。 荣耀释放,这是救护耶稣,从今他永远使我释放。 我曾被罪了所谓之书,我曾想怒孤苦的自由。 但耶稣钻开我一切作业,荣耀之世荒,我就活着。 荣耀之世荒,奇妙之世荒,活着无罪的书和书。 荣耀释放,这是救护耶稣,从今到永远使我释放。 荣耀之世荒,奇妙之世荒,活着无罪的书和书。 荣耀释放,这是救护耶稣,从今到永远使我释放。 荣耀释放,这是救护耶稣,从今到永远使我释放。 你所爱 我一起锁地 荣耀之士吗 我求不得 荣耀之士吗 起荣耀之士吗 荣耀无罪的书不丰富 荣耀是方 这是救赎耶稣 从今到永远 是我师父 这群小小的书信 却有非常深刻动人 美丽的救赎人 我们都是站在安息母的地位上 像马丁路德所讲的 基督带我们求父 好像保罗代替安息母求匪利们 我们都是基督耶稣的安息母 人本来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 为了神的荣耀所造的人 也是有益于人群的人 只是因着违背上帝的命令 而沦为罪奴 几亏妇人得罪人 又想逃离上帝 威逼上帝 但上帝怜爱的时候 仍然勾到我们 祂让我们有机会和救助惠誉 当人懊悔的时候 祂就用福音真道重生了我们 使我们能够回到上帝面前 也敢于 也愿意回到祂面前 并且使我们再次地成为荣神义人的人 人为了救主 也为了拯救人 而在世界上受苦 祂会到道成肉身 来到世界上寻找拯救一切世上的人 一位无限的上帝 成为有限的人 成了爱的囚徒 为人忍受着苦难 正好像《非利比书》第二章第六到第八节所讲的 但主耶稣基督在苦难和罪恶的世界当中 仍然拯救一切来到祂面前的人 借着真理的光照和爱的感召 更加是借着舍命而产妇我们的罪债 并为我们求情 使我们断然地从罪奴变为新人 成为一个有益的人 服侍人 也信赖天父的人 主向古兽的大祭司 把我们挂在心上 因为那个时候大祭司胸盘上面 刻着十二个支派的名字那样 我们称了他心上面 他不再称我们为奴仆 而称我们为他亲爱的弟兄 他也不以我们这些原来是罪奴的人为死 反以我们这些能悔改归正的人为荣 他还要我们成为他的朋友 和我们作伴 并且要我们侍奉他 真是奇妙的恩典 莫测的大爱 弟兄姐妹 同工同道 这卷仅仅一章的 或者说只有二十六节 六七百个字的一个书信 体现了基督教伟大的思想和实践 救赎的爱 福音变换人心的大能 或者说重生之道 在这里都有了 同时得罪上帝得罪人的人 可以从阿尼西姆的身上 学习如何接受真理 怎么样悔改 怎么样一举一动 有兴盛的样式 而被人得罪的 尤其是长辈 或者是有钱有势的人 可以从菲利文的身上 学习到宽恕 忍耐 以及基督怎么样接纳我们 我们也当怎么样的 接纳人的一个道理 尤其是更加要 祭属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对我们所有的宽容 以及自己在做罪入时候的 软弱 可怜 困乏 从而更加能够效法主 能够听从主 这样的教训说 老数人七十个七十 而作为教会的牧者 以及排解纠纷 调出冲突的人来讲 可以从保罗的身上 学到千功有礼 慈柔坚毅 有利 有礼 有节 勇敢机智的 排解这个纠纷 是人在上帝 和好的事情上 在这个基础上 令到他与人和好 并愿意为了承担这个职分 而带来的牺牲 以及所需要的忍耐 因为这样做 可能会引起人的误会和攻击 但是对这样的人来讲 他都在所不惜 而且呢 有应许和先例说 他一定会 因为见到了上帝和人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重新复合了 结果就享有 内心真正的一种欢愉 这对今天的教会 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和广照 我想 下面请大家听首歌 《心中的安息》 保罗心中 因为 安妮西母的事情没有解决 他心中不安 弟兄姐妹 今天你我 有没有一些 跟上帝 还没有解决的问题 跟人 跟同道 跟弟兄姐妹 跟家里人 还没有解决的问题 以及心中没有平安 没有安息 没有畅快 如果你自己解决了 你能不能 在肩上更加飘越大 为了 其他人 存在的问题 你陷在你的自己 付出你的代价 甚至忍受牺牲 去帮助他们 去挽回他们 请大家听《心中的安息》 耶稣说 凡老孤单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欢迎讨论 饭老孤单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是你的安息 很安心 我心里揉合一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胆子是新生命 烦恼不胆中的女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是你的安心的安心 烦恼不胆中的女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是你的安心的安心 我心里柔和虔肥 你们奔却我要失礼 你们救命的爱 所以你的爱情 我的胆子是新生命 我的胆子是新生命 我心里柔和虔肆中的女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是你的安心的安心 我心里柔和虔肆中的女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心里柔和虔肆中的女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学习了腓立门书 我自己得了很大的帮助和启发 另外我们可以举一反三 想一想 教会跟社会的关系 教会内部的关系 弟兄姐妹和传道人的关系 家庭里面 主人和仆人的关系 有许许多多的关系学 都可以因着和上帝调整的关系 而重新建立一直出现一个新的局面 让我们能够传扬圣经崇高的感人的救赎的真理 更加让这个救赎的真理的功效 显明在我们 以及因我们的影响而信任人的身上 进而能够影响人群 并且预备人面对面的见到 能为爱我们的天父上帝 以及为救赎我们 为我们牺牲 今天还在天上 为我们做中宝 为我们求情的主耶稣基督 弟兄姐妹 教不书信呢 我们暂时就学到了这里 希望你自己不断地继续地学习 而且在为主牧养群养的时候 加深认识 提高自己的思想和灵性的感受 我更加希望你能够跟我分享你的经验 或者是成功的或者是失败的 使我的生命以因着你而丰富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